国防部长姚念祖上任六天闪电请辞 可以说是任期最短的阁员了 网络上面已经出现了恶搞版的求职广告 动作也太快了 这个是替中华民国来应征国防部长 工作的条件很酷素 像语文条件要说出能够让人家有听没有懂的话 钻堂则是弄假成真 甚至还提醒如果作品有抄袭的话要先灭证 显然一个礼拜连换两个国防部长连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国防部长姚念祖上任六天闪电下台 震撼弹台来不及消化 网络上已经有人贴出求职广告 替中华民国应征国防部长 绝对不要那个不是人干的啦 谁干都一样啊做不好啦 按照家庭都有困难啊要做国防部长 没看错红圈职缺真的就是三军统帅国防部长 号称月龄50K比照公务员上班时间朝九晚五 希望求职者随时可上班 部长职缺缺很大 必备的语文能力得说出 让人有听没有懂的话 还要擅长把假的弄成真的 真的弄成假的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曾经有过抄袭作品 记得上任前得先灭阵 直缺摆明是冲着杨念祖制定 算是出一张嘴吧 不用什么做什么工作 就可以领到这个薪水 实际在求职网站搜寻 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一职 显示查无资料 上网应征国防部长 显然是网友搞哭手 因为前任国防部长高华柱 7月29号去职 新接任的杨念祖 8月1号才刚上任 8月6号就因为文章抄袭闪辞 隔月上任6天就下台 不仅创纪录 国防部更是在7天内 换了两个部长 国军状况连连 也难怪网友恶搞 真才广告 要下个国防部长 能稳稳hold住 挽回国军形象 追选纪模式零件 黄佩佑 高学不到